记得我在三四岁的时候 在爷爷奶奶家过年 然后爸爸那个时候不会放那个二底脚 还是用手钻着那个二底脚 就用那二底脚在手里掌 应该是这样捏着 应该捏着那个二底脚的上面 然后下边先想 然后他自动会 多少少少放杯 很多人 但这个我确实自己出过一个事 就是原来那个鞭炮不是那种一挂一挂的 是 然后我们都爱把它拆了 放兜里小的时候 然后拿那箱 就反正拿兜里 就是自己一个一个就点了 就扔 就小时候拿 来这 反正两兜子全是这个 我以为你放裤刀里点了 叫我一跳 我比那个还蠢 你怎么 就是把那一挂买回来之后 那我得拆呀 因为它最有白线穿的那种绑起来那种 我就拿那个箱去烧那个白线 但那白线和那眼线是缠在一块的怎么样了 就是在我们家的厨房炸的 就全黄了就是昏天黑地 就这样 但还好没有受伤 可是非常幸运 就完全这个屋子里全部都是浓烟 就像拍戏被炸的一样 那之后应该不敢再放鞭炮了吧 继续玩 而且原来什么地老鼠 直接穿裆 直接把裤裤裆给炸了 你怎么想 那是别人炸的 我也不知道谁炸的 就是 反正那时候反正很好玩 然后各种自制的 用各种药影子 就是玩剩的 或者说有那种没着的 你把它给撅了 然后和在一起 把这些药和在一起 是一个最大能量的保诈性的那种东西 看到你现在这样 我觉得特别庆幸 还好 当年到这儿 就是还没玩得更火 如果再更火一点的话 这个真的会有很多的安全问题 所以也让所有小朋友注意 这个放鞭炮的时候 可能家长都得在身边看着